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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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后的感觉我始终坚持我自己一往向的概念 当时的情况就是对于政改方案 很多人持一个两极化的立场 非常两极化 变成两极化有非常不同的看法 不要紧要 因为这个社会是自由社会 而且有很多人可能很有创建 我们应该鼓励发言 但是发言就要大家交谈 坐下谈 而且不要等到最后才谈 其实更理想就是开始的时候就谈 甚至未曾发生任何问题之前 我们时时都有交谈 跟任何人都有交谈 其实整个历史都是天主手中 即使现在好像看不到有什么出路 在政制方面 但是必然会有的 这个我们有这个深信的肯定 这个肯定不是因为某些政治的原因 而是因为信仰 因为我们相信天主是历史的主宰 所以第一件事要做 不可以放弃 有祈祷 有信德 其实到最后成不成功 就在乎这件事 是不是坚持到底 其实天主教会 一直关心香港的民主政制发展 早在2013年7月24日 天主教香港教区发出紧急呼吁 首次就普选行政长官 和占领中环行动发表呼吁 教区促请特区政府和香港市民 透过诚意交谈和有承担的行动 消除所有导致公民抗命的原因 并且落实普选 以建立真正民主公平的政治制度 2014年9月28日 雨傘运动爆发 第二天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 汤汉书记发表声明 呼吁政府克制避免使用暴力 随后在雨傘运动持续的两个几月期间 教区曾经五度发表新闻公告 及至12月 汤汉书记发表圣诞何词的时候 提到香港这个家出现撕裂 期望大家努力修补裂痕 可见教会一直十分关心这件社会事件 我们作为基督的追随者 有责任正视这些问题 以基督精神在日常生活当中推动收获 为下一代营造一个更美好的家 尽一分力量 教会领袖 评讯徒以至个人或团体 本着天主教社会训斗的教会 各自以不同方式 表达对社会事务的关怀 在2014年12月初的一个晚上 清场在职 金钟占领区这里 几位曾经参与这场运动的天主教徒 回顾他们的种种经历 当大家在外面 其实有很多跟警方对视 或者被吹吹弹等等 其实我们都觉得有一个地方 需要让大家静下来骑肚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这个地方出来 当我们可以为运动做一些贡献 一开始我都没有想过去做公民抗命 但是因为都考虑到自己的前途 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 觉得为了这场运动 我究竟值不值得牺牲我的前途 但是经历过放吹吹弹的时刻 去到之后我也有试过站在前线 跟警方对视过 也有被警方暴力对待过 反而那一刻是更加平静 我相信这一件事也是信仰 或者当我在舞蹈班里学到的道理 去实践和深化了在我心里面 而去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 我更加坚定 我觉得不可以放弃 我觉得很多人会潑冷水 会觉得比较逗不过 但是其实我们的要求是很正确 和是基本人权 我们只想要一个真普选 为什么这样都要打压我们 不让我们出来呢 我觉得其实我们要坚持 还有很多东西 其实很老土人都这么说 不是见到希望你才去做 你要出来你才有希望 所以我觉得不可以放弃 我更加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 我们不应该只是在旁边 支持学生去做这件事 作为一个天主教教徒 我读完社工 我觉得争取社会公义 和人人平等这件事很重要 这件事是每个人都应该要有的 在一个香港这么文明的社会 更加不可能是有些人 是特别有一些权力 可以去决定其他人的命运 所以这件事是令我更加 这件事是因为完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外 我本身是记者 所以其实心情是很分裂的 我要兼顾在这里的工作 无论是前线或者是后勤的工作 这种心情 和我作为一个香港人 一个土生土长的香港人的心情 其实有时是会有矛盾有冲突 在七十几日以来 其实自己就在一个精神分裂的状态下走过去 起伏很多 令我很兴奋的时间有 很愤怒的时间有 满怀希望的时间有 亦都有做多脈的时候 信仰不知去了哪里的时候都有 所以你问我走到来今天 身体上或精神上是很累的 但是其实希望是越来越强烈的 《争取民主》也是一个曼撞到 我们这次争取了两个多月 其实也是一个开始 所谓占领一个占领区 我自于觉得占领是 这次得着的是占领了人心 令到香港的市民 当然包括我们基督徒 能够一个新的景象 有一个新的模式 令到我们都觉得对于 民主自由 人权等等这些东西 包括民生等等的议题 我们应该站出来 其实一开始 家人都很反对我去参与罢货 和参与这场预算运动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他就不让我出来占领区 还有觉得都有危险 还有觉得有什么必要走出来 你怎样都改变不了中央的决定 或者改变不了政府的决定 但是我记得我28或27日晚 我妈妈还要动粗地阻止我 在家里走出来参与区 但是之后她都阻止不了我 我便出来了 之后到平静一点的时候 其实也有带妈妈来 去看整个占领区是怎样的 还有跟她分享我们之前 经历过的什么 慢慢都令到她有点改观 你没有希望你不会捱那么多天 你没有一种相信 你没有一种信念 你不会走那么多天 你不会做那么多的牺牲 你以为谁愿意自己的子女 或者谁愿意自己背负着妈妈反对 或者背负着对子女的担心 每一天都在这里坚持呢 那种不是代价吗 曾经都有个小小灰心的 在整个运动的期间有试过灰心的 但是我觉得走到今天 就算现在即将要落幕 我觉得回到自己的社区都不应该放弃 继续在自己的社区 或者在自己的网络 继续去争取这个真普选 始终七十几天不是一个短的日子 就是你说初期你真是满腔热血 你看到因为太近了 就是催泪弹等等的东西是太迷身了 就是全部都中了 那一刻你会很坚持 但是你去到其实十月中 你就会开始在那里想 就是好像没有出路 就是我在这里留守 我在这里占领 那怎么办呢 何惠老师就是传道受业解惑 其实传道是放第一的 就是你信的东西 你的道理应该是要传授给你的学生的 我们一班同事其实都会谈过 是不是真的要避谈这件事呢 但是其实我们都发现应该不是 就算我们不说 其实他们看新闻 他们都会问的嘛 他们都会知道的嘛 那如果我是第一生经历的 那何不要逃避这件事呢 那我们都会在课堂 就是九二八之后 那个礼拜 那我们都会又说回 究竟现在香港发生了些什么事 因为始终他们是小学生 那我们又不会说到很深入 占领区其实有一个神父得意的 他就每天都来 那我很记得就是我问他 我都问他 我说当你很迷茫 或者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那你怎么办 就是你怎么办 他给了一个很好的答案 他说我小时候都问过他妈妈 究竟如果我不知道怎么办 或者不知道那件事 对不对 应该做的时候应该怎么办 他说他妈妈回答了一句 很简单 只要你想想你此时此刻 如果耶稣都在这里的话 他会去哪 他会做什么 那你就做吧 真的 那整场运动 我觉得 这整场运动 除了大家说的社会之种 都能 Turning Aberto 占领区 人家其实 pública 可以為自己做點事 我們都不是真的被人擺佈 犧牲了自己在家裡一個很舒適的地方 去共同走出來之後 可能冒著可能要被檢控的機會 大家都去圍著和大家認為 對的價值走出來 其實這件事是我覺得感動我 這次運動我獲得最深的一件事 香港的政制改革已經經過多年討論 討論的焦點主要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眼見民主普選的願望一次又一次落空 有人發起佔領中環運動 希望以雙討日、公投、公民抗命等形式 爭取真普選 其中一位支持者是香港教區榮優主教陳日君書基 2014年6月 82歲的陳書基參與18區藝衡 呼籲市民參與公投 由民間團體提出的三個政改方案之中 挑選一個 最終總投票人次達到78萬 如果你看整個計劃 戰衆計劃等於說未必是戰衆 討論多過戰衆 所以整套事我覺得是很對的 當然他們長期的籌備進行都有很好的效果 但是後來所發生的 所以叫他們雨傘運動很準確 因為已經不是他們戰衆三子所計劃的 不過我本來想參加的就是他們的戰衆運動 整個方面肯定起到很大的作用 不單止我們自己這裡 甚至全世界都覺得香港好像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說對話就沒有爭取到的 這個又不是我們的失敗 是對方的失敗 對方不接受對話 是他們的失敗 我們教會的教訓就說首先是對話 對話不成功的時候才考慮暴力 我大膽說暴力 其實我們這次的運動都已經很積感暴力 都有些少的暴力 我想也要多謝戰衆三子 這麼長期的堅持和平 所以我們都算維持了和平 不過在一個政府這麼強患的情形之下 我也了解我們已經到了暴力的邊緣 佔領中環運動提出以公民抗命的方法 即是以和平、非暴力的違法活動 反抗政治或者社會不公義的現象 目的是引起民眾的關注 以及作為道德感召 2014年12月初 佔中三子、陳日君書姬和佔領者到警署自首 以體現抗命者勇於承擔刑責 尊重法治的精神 法律上面有公義 如果法律是不公義的 就是我應該抗議的 當然我們第一個力量是精神的力量 我們大聲講抗議那些已經是力量 做一些使得政府損失的東西 所以公民抗命那些 都已經是輕微的暴力了 所以我們天主教的教理裡面 不是完全取消暴力的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是激進的 我們覺得需要激進的行動 這個戰爭是一個激進的行動 甚至我們承認犯法 是一個公民抗命 但是研究法律的人都知道 公民抗命不等於一個平常的犯法 是一個可以接受的 因為法律不是一個絕對最高的標準 耶穌都是為了醫人 所以他犯法在安息日醫人 那這件事怎麼看呢 我反而會問這個問題 一個有法治 還要是持久地有法治的社會 一定要有民主 如果你沒有民主的話 其實法治遲早都還原 那不要說到這麼偉大 又說法治是甚麼很重要的 核心價值這樣一定 其實是你有法治 你才知道經濟會蓬勃 法律界在香港 一直都是維護民主法治公義的 一個橋頭堡來的在香港 在香港這麼多年爭取民主 當時我覺得需要 沒有民主制度真的有很多弊 不是說民主來解決一些問題 但有民主一定會好過沒有民主 當然我們都是準備自己 裝備自己 兩方面 第一是在教會訓導方面 我們需要加深 需要認識 第二點是團體 我們不能動員鬆散 一個一個人一個一個教育 我們要組織 只有組織起來才有力量 團結就是力量 這永遠都是對的 所以我們希望加強關社組 這是首要的 發展希望有多一點的關社組 以及關社組能夠出的聲音 多些是先知的聲音 隨著最後一個佔領區被清場 佔領行動告一段落 各方都嘗試以其他方式 延續雨傘運動的精神 其中有金號望神父 以及黃傘街頭基督徒基層團體的成員 從2014年9月28日開始 每個主日都在這裏舉行彌撒 從未間斷 因為我們覺得 這個雨傘運動 或者雨傘革命的精神 不僅僅是那七十九日 都是一個永遠留在香港 甚至全中國的精神 即是民主的學教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個運動中 我們基督徒都是有一個特殊的精神 就是堅持我們爭取新的世界的精神 所以就是開尼撒地的意思 就是甚至我們得到上主的支持 上主的分享 和我們分享他的食量 他的聲音 我們覺得在這一代的十五日有意思 就繼續堅持下去 我和另外還有兩個兄弟 在這個團體裏面的核心成員 我們的信念是很強很強很強的 我們亦都是覺得 我們要抱著基督的信仰 去爭取民主 真普選和公義 因為這些是天主的事情 就算現在這一刻不成功 我們都不會灰心 因為天主的公義 是應該在這裡 我們就算在這裡開尼撒 我們做不到很多事情 但是起碼我們這份精神 是一定要在這裡 一場震撼心靈的雨傘運動 由懼怕、失望 到覺醒、成長 以至堅守初衷 雨傘一代 已經沒辦法回到從前 一年過後 凝聚的是 撐下去的決心和力量 留下的是 寶貴、深刻的印記 生於亂世有種責任 這個口號很早已經出現了 由一群年輕人 帶起這個運動 他們覺得這個社會 不是他們心目中的理想社會 用亂這個詞 他們覺得有責任去做一些事 去參與、去改革這個社會 我覺得這個口號非常深刻 到今時今日也是 有啊 那條黃色橙子 我要真普選 我已經養成了一個習慣 只要我看到 我要真普選的一些殘留的東西 我便會拍下它 我拍下它之後 我便會放上網 即我會放上Facebook 我便會寫痕跡兩個字 到現在都很難忘記 就是當警察放第一枚 出去彈的時候 那時候其實我站在大台 命運自主台的一邊 即是命運自主台的一邊 這樣就見到那些學生 那些佔中人士 其實就向著我們 背著這個下角度 然後跑上天華公園 因為跟學生講道理 講道德其實不容易 正正社會上 發起這些社會事件 正正了解他們對於 什麼叫公平 什麼叫正義 什麼叫公義 正正有些好契機 跟學生去詳細分析 他們在過程中出了一些小冊子 有他們自己的心思 這個非常自己欣賞 因為他們不單單行動那麼簡單 而是行動之後 他們透過反思 把自己的資料記錄下來 過程中他們在這裡 也有參與一些很具體的模式活動 譬如最後那天 他們會在這裡做一個苦行 有三位同學做一個苦行 另外會上大台跟各位一起分享 那種勇氣是很難得 讓我想起那幾幕 我都感動 在他們前面看著他們 成長了那種感覺 運動中我看到很多撕裂 尤其是我做記者 我會看到很多爸爸和子女 父母和子女之間有很多不和 衝突 兩代之間有很多衝突 這些東西對我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反省 或者是一個很好的參考 其實我很慶幸我們家裡 其實沒有任何政見不同的東西 只有兩個可能讓我走得更激進的小孩 但是我覺得一家人的凝聚是很重要的 如何在一個紛擾的外圍裡面 我們自己好好地去談 我都會問自己 其實我知不知道我的小朋友在想甚麼呢 我知不知道年輕的一代其實是怎樣的呢 這件事對我來說其實都是一個很好的境成 從開始上了大學 平時都沒有怎樣跟媽媽 很詳細地去或者很深入地溝通 經歷了那件事之後 尤其是他會擔心到我自身安全 而且我又要安撫他 所以其實無疑上其實多了很多溝通 可以見得到的就是他在那個態度的改變 和對我的信任是大於我的 而我哥哥也多了跟我去討論這些問題 也多了去問問我這些 可能是一些社會上 或者對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看法究竟是怎樣 開始做了這些事之後 更加會去留意或者更加著緊 究竟家人對我的看法 或者他的擔心在哪裏 其實無疑上在做了大專聯會之後 發生了佔中之後 去了自首之後 其實無疑上我們家的關係是close的 某程度上天主都在安排我 去走上這條 注意公義和正義和平的道路 下來的時間 我會很意識很清 我會很著意自己究竟是用一個甚麼身份下來 我是用一個記者的身份下來 還是我是用一個教友參與者的身份下來 還是我用媽媽的身份下來 因為是會的確不同的 是真的要分一分 當你要去做關於雨傘運動的故事 或者做了新聞的時候 我自己要很清晰地去知道 其實所謂的線路或者標準在哪裏 很多東西我要放下 我要學習放下一些東西 然後再要去看看 其實那個故事 那個公眾利益究竟在哪裏 其實我想表達的是甚麼 這件事其實都會很著意去做的 經歷了雨傘運動之後 在不同的議題上 不同的聲音都可以表達出來 不要管它究竟是建制或者民主 每一種聲音都可以有自己的平台 有自己的獨特之處 這件事我覺得是民主的第一步 亦都是我們去爭取民主政制的一個本錢 這次我猜是一次真正正香港人的 全民的醒覺 是一個醒覺的運動 整個雨傘運動 好像一顆種子 我自己覺得 散落地下 在雨傘運動裏面可以見到的 就是香港人其實都會有這一份的人性 和有一種這麼美麗的文化表現 當然是面對的困擾 我覺得其實真的不妨 記起這裏的笑容 記起這裏的親切感 那種和聰的共濟 那種面對催淚彈的勇敢 繼續向前 這裏你撿到很多東西走的 你就撿好的東西走 中座正義和平委員會出版的 《教會社會憤怒》回編395條指出 政權之下的人民 整體上是具有主權的 在一個普及而平等的民主制度之下 公民享有提名、參與 以及投票的權利 這是上主賦予人 基本的權利和尊嚴 教會生活了這麼長的時間 給了我們一個啟蒂 怎樣平衡 能夠全面 做一個人 我們就會快樂 亦都會對社會有貢獻 其實整個雨傘運動 就是這個天主創造我們 那個原來有的渴求 與生俱來的渴求 對人和人的那種平等 互愛、尊重 這些生命的渴求 就是呈現出來的 很多人做了很多事 是偉大 我們香港人很偉大 香港人很美麗 我又不會灰心 我鼓勵他們不要灰心 他們有的理想是好的 又不需要放棄 不要放棄 做人你覺得是對的 你就繼續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奇蹟 譬如這個 戰中山子發起的公投 是一個奇蹟 很成功的 譬如今次雨傘運動 有奇蹟 就是說 這麼多的危險之中 都沒有流血 就是太過的暴力 是吧 所以天主已經很保佑我們 是吧 天主的愛 天主的能力 天主的慈悲 最後統治一切 人 到最後 始終永遠 都是他的子女 這個尊嚴 我們必然會活到出來 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暫時由於種種原因 由於一些未曾去到這個 不要緊 我們繼續堅持 繼續相信 我就這樣看這個雨傘運動 這個歷史是天主的手中 不是那些壞人 他可以完全控制的 所以這個絕對不怕人家笑 我們永遠都會說奇蹟 香港市民爭取多年 民主仍然原地踏步 經歷過雨傘運動 普選仍然遙遙無期 基督徒難免感到無力 又無助 但是 我們願意將無力感 化作動力和勇氣 做基督徒應該做的事 持守真理 彰顯公義 而時刻仰望的 是十字架上的基督 他愛 愛到底 大家好 我愛到底 哪些人 是十字架上的基督 也不思議 我們可以留意 對 你們 今天 他們 以為 我們 雨傘 就 與 蜂 advance 非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